Hello大家好我是Benny 然后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2019年度上半年度我的爱用品们 然后呢这将会是一个大型种草的视频 希望大家要捕紧钱包哦 就总结出来的使用东西 然后这使用东西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都是我身边一定会有囤货囤着的 让我就是感到安心的 因为我感觉我离不开它们 然后呢我会按照各种品项来说 我第一个先要说的是关于保养类的 就是有保养品啊 还有些卸妆类的 但是呢就是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我是痘痘级嘛 然后这些呢 虽然我知道我没有什么理由去说 好像这个东西可以对痘痘有很好很好的用处 因为我的痘痘也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些东西是让我的皮肤变得非常舒服的 然后它们可以让我的皮肤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效果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东西 我从卸妆开始介绍 我上班研究最喜欢用的卸妆是这个 Physicians Balmule的卸妆 然后 然后这个卸妆呢是 我已经全部用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这已经被我用得很脏 就大概用成这样了 然后这个卸妆我当时买的时候 它正好是买一送一 然后就很合算 这个卸妆油出来的味道特别特别舒服 然后它不会导致过敏啊 或者是让我的痘痘更厉害这些事情 然后由于我更喜欢用卸妆膏嘛 虽然我是个痘痘医 但是我也不是很喜欢用卸妆水 因为我觉得卸妆水太烦了 就这种卸妆膏往脸上一糊 什么都写干净了 就很舒服写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个产品 就是小红腰 我相信这个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因为是很明星的产品 但是我还是要再推荐一下它 是因为它真的对痘痘肌太友好 而且就是我每次用它 我都能感觉到我的 就是整个皮肤比较稳定一些 然后我这已经是不知道用了多少罐了 而且我一定是买这种大罐的 然后你看这个也用不到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然后我现在还有个存货 就是这一罐的存货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也希望大家如果是过敏机啊 或者是什么 我非常愿意大家去买一个这个 然后第三个我要推荐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娇兰的晚上的小面霜 这个也快被我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还是有存货在 因为这个没有存货 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全的 我一定要身边有存货在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我去旅游的时候 什么时候都会带着它 而且对于我的痘痘来说 这个东西是会帮助痘痘稍微的憋下去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它有一定的消炎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痘痘机也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好了 那现在我把保养品的三个都讲完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一个 护发 发型的产品 然后呢 这个发型的产品呢 你们可能会很惊讶 因为它并不是原来是个发型的产品 但是我用它当作我的Dry Shampoo 或者是当作喷喷粉来使用 它就是这个东西 是It Cosmetics一个散粉 这个散粉真的太棒了 让我来推荐一下它 我要好好地说一下这个 就是你知道吗 它里面不是带着一个这个散布涂吗 哇这个被我用的好脏 你看这个都被我用的只剩下一点点了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 但是这个是被我散 我一次为我一次就是不小心把它往地上一散 然后就倒掉了一大关 所以它才会只剩下这么一点 但这个我也有囤货 然后大家可能会说说 你用什么面水 就是涂在脸上的东西 涂在头发上 会觉得很奢侈啊什么的吗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东西好像才二十九刀吧 但是这个东西要比Dry Shampoo 可以用得很久的多了 Dry Shampoo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只能用个 两三个月的样子吧 这个我已经用了六七个月了 它还有这么多 而且是被我撒过了 而且这个东西的效果真的和Dry Shampoo要好一百倍 就是用完了它头发就立马碰了 然后我头发原来是很塌的那种嘛 然后因为我又一直染头发 我现在这个头发就是我上次 我不知道我那个视频出来没有 就是我那天自己在家里 我想染个蓝色的头发 结果它就变成了这种 好吧颜色 我知道有点丑 但是大家就忍受一下了 然后呢我不是一直喜欢染这种颜色的头发 然后这种颜色的头发一般来说 就不是很能经常洗 如果很经常洗的话 第一对发质非常非常地损伤 然后第二点也不会让颜色非常持久 所以我就很喜欢用Dry Shampoo 然后我试了各种各样的Dry Shampoo 之前有试过什么Bumble and Bumble 是有Bumble and Bumble吗 还有之前那个什么Dry Bar 那个也挺好用的 还有过什么Elizabeth Elizabeth那个东西是吧 Elizabeth and James 那个很好玩 我用过超多各种各样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比得过这个 而且就是我洗完头 但是晚上可能有重要的场合 出门之前我也会用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可以让你头发 一下子整个抨起来 而且它不会有任何的 就是色手的感觉 就超级棒 而且用了它之后 我的头发可能都可以撑到个三四天 都没有问题 就是可以不用洗头 就懒人必备 而且出门的话 很快就一下子会感觉 头发整个整个的变得很松很松 好 这是我唯一的要介绍的头发的产品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一下底妆产品 然后由于呢我其实是在美国读的高中 然后在美国读的大学 所以我一直接触到的化妆品啊 化妆品啊这些都是来自于欧美的这一块 但是我去年寒假的时候去了一次日本嘛和我朋友一起 然后我就突然接触到日本的这些药妆 然后惊我一天 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我等会可能推荐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日本的药妆 我会尽量的附上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一些链接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方便买到 那就是然后可能亚里拜上可以买到 但是可能价格会贵一些 然后就非常不好意思在美美的朋友们 但是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这些应该还是非常好买到的 然后我要推荐第一个就是一瓶粉底液 它是Excel的粉底液 然后它是这个粉底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MF01 哇这个粉底液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用了多少吧 就真的超级多 就这一关是没有了的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完的粉底液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买粉底的人 然后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粉底 但是我自从用了它之后 我就每一天上课 每一天上课都一直在用它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日常的 然后它又给你足够的courage 它可能没有那么到full coverage 但是对于我一个想撕皮来说 然后我每天上课我就用这个都够了 然后我就搭配那个Junol & Co Junol & Co 是那个就是反正是融融的那个海绵蛋 因为那个可以给你比较多coverage 再搭这个 哇妆效超好的 就是奶油机 然后我就是用了它之后 我就没有再想过想要换别的或者是什么 我就会 而且你说有它有多经验的效果吧 我也说不出来有多经验的效果 就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天花链乱坠 或者说这个用在脸上有多么多么的好 但是这个用在脸上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细致 很奶油机 我每一天都想要用它 就真的是每一天都想要用它 就用完了它 只要看到我的所有的粉底液摆着这一盒 我就会想去用它 然后现在我有个朋友去日本了 我也想让他帮我再囤一瓶这个货 然后我现在就没有这瓶粉底液 我就有点心里不是很舒服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买这瓶粉底液 可以很方便的买到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要推荐的是这个Charlie Tilbury的粉饼 这个粉饼我也很快的说过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大家都喜欢 没有人不喜欢 这个我买的就是01号这个Fair嘛 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对它有多么的爱 你们看一下 这个被我用出了多大的一个坑 然后就我也就大概的在手上 就这样试一下 反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差不多知道了吧 这个也是让人很安心的产品 第一次用它你说有多经验吗 没有 但是它就会让你一直想要去用它 我觉得一个好产品 不一定说是第一次用它会有多经验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爱用品 我会推荐给大家的东西都是 我会一直一直去reach 就是只要看到它 我就想用它的产品 然后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我觉得它唯一的不好可能就是 大概也很贵 但是也你说很贵吧 这个东西我也用了很久了 它也非常耐用 我现在还是会继续用它 但是我后面可能会拆一块 我买了一块 我就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我买了一块Elegance 但是之前因为一直在用这个 我还没有开那一个 所以我准备下次试一下那一块 可能我会把这块再刷刷完 然后最近也在用这一块 然后等会第二 后面还要再介绍一个 也是修容的产品 是面部的 然后是一个修容的产品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被我用的好脏 因为它跟我去了好多地方 我先擦一下 就是这个 Mar Jacobs的这个 它的颜色是Tantastic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也是用了超级久 我觉得我用了两年了 它一点都没有熬 就真的 这个真的被我用的很脏很脏 所以就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有多喜欢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个颜色 就是非常适合 打鼻影也可以 打修容也可以 然后它会让你看起来很瘦 然后它的颜色色调非常适合亚洲人 就很多博主会推荐一些 我怎么说呢 就很多博主会推荐一些 比较浅色的修容给亚洲人吧 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欧美的那种比较立体的妆容 我喜欢我的脸看起来非常立体 然后这一个可以给我很立体的感觉 就那些很淡淡的修容 可能给不到我这么这么立体的感觉 然后这个东西刷鼻影 每次我刷鼻影 别人都会说 哇你鼻子好挺哦 今天看起来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失手 而且它真的太精用 我用这个用了快两年了吧 反正这个东西是我刚上市 它刚刚上市的时候我就买 然后从那个之后 虽然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买修容的人 我很多很多很多修容 但是我总归会回到它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用来用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在观望修容 或者说有想要买这一块的话 下单吧 真的很值得 非常值得 你绝对不会后悔 一定是不会后悔的 好了然后面部产品讲完了 我讲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用的眼影 也是日本的是XL的这个眼影盘 我想推荐的是颜色是 这个是什么颜色 SR06是这个样子 哇这个眼影盘真的 哇太好看了 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它 就是可能它对于很多喜欢玩美妆的人来说 并不是这么这么的有聊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盘 然后也不是说有多么的天花乱坠吧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被我用到凹了 我是一个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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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影盘的人 我特别特别喜欢玩眼影盘 但是就是唯一的这个就是 我只要我很多重要的场合 我用的都是这个 比如说像毕业典里的时候 我用的就是这一盘 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 要见就是包括朋友爸妈 用毕业典里上有很多人 包括爸妈来见我或者什么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一盘 就是它是不会出错的盘 爸妈也会喜欢 男生也会喜欢 直男也会喜欢 我就直男特别喜欢这个状态了 他们会觉得说 哇好漂亮啊 而且原来我从来都不是喜欢珠光色眼影的人 我原来一直是蛮雾面眼影的 因为我的眼睛是泡泡的 然后我这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想说 要不我就尝试一下买一下珠光色的眼影 我一开始我是抱这种不信邪的态度 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推荐珠光色眼影 珠光色眼影上眼皮不是应该很泡很丑 然后我还显得有点low吗 哇一点都不是这样的 这个太好 我们继续用刚刚那个没有内存了 然后就这个真的 反正就是我对于这个的 唯一的就是太好用了 大家去买吧 而且这个颜色 就是我唯一想存货的眼影盘 眼影盘原来就是很难用 很难用完的东西 然后我朋友这次去日本 我有让他帮我再带一个这个 这个实在是太好用 就是很好看 我可以等会我把这四颜色色湿在手上 就是哇这样看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前面的珠光色 就是你知道吗 涂上这四颜色就是小仙女 就是就是小仙女的感觉 这个真的太棒了 然后我飞速的讲一下 我最后的喜欢的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支眼线笔 是Can Make的 然后我有一支已经用完了 这个眼线笔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好用 是因为它真的一点都不晕 然后它颜色要非常非常地顺滑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用到最后的时候非常非常地容易断 可能最后的时候大概有二分之一是断掉的 但是我不是很在乎 这个是因为它原来代价就很低 然后这个在美国也非常好买 然后它给的效果又自然又好看 我原来一直只用眼线液的 但是用了它之后就舍弃了眼线液 因为它也不会晕 然后它给出来的妆效又非常地好看 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两支睫毛膏 然后这两个我算是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大家很 好我又去商量点东西我要赶快地快速地把最后的这两个东西讲完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现在好好紧张因为就没有没有几秒钟了 磨蹭什么liner 然后那个东西真的刷上的效果很鲜长很鲜长 大家一定要去买它绝对不会晕 不好意思我最后两个还是没有说完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后这两个非常非常的好用 也是根根分明的像我这种大油皮也不会晕染的 大油的眼皮也不会晕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买哦 如果你们想要这种效果的话 不好意思大家我以后会买大一点内存的SIM卡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赞留言评论 然后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的下一个视频哦 拜拜